台湾民南議和理學 我是丹世明 連音是找不到台議和理的原因之一 這集我們是要探討這個問題 連音是找不到台議和理的原因之一 這是我的經歷 我所謂的切和我的電主的企業 哪有任何問題 不管是金融、電腦、台議的問題 都可以找到我 在我的電主企業可以騎乎我 首先我們來看古早是怎樣的注音 這個運輸採用反切法 古早的切用反切法 標註漢字的讀音 例如土這個字 土它的注音是他乳切 你去看我之前的運輸 有介紹的用法 他乳切 它的意思就是這個切就是切音 他乳這兩哩就是這個土的發音 怎麼發 我們看一下他 他的讀音是他 t-h-a-n-n 兩哩叫他 乳的讀音是漏 L-O-O 但是上面這個符號是 聲音的音調往上 所以他兩哩叫漏 漏肉飯的漏 他漏 他的兩哩叫頭 你注意看 他的音的兩哩叫頭 他漏 他漏音的兩哩叫頭 他拿他的手音 和乳的尾音 T-H-O-O 兩哩叫頭 所以 黃天厚土 我們的兩哩叫 風天照頭 風天照頭 你有了解嗎 這是古早的注音的方法 好 那這次我們要講連音 連音 連音就是連音 連音就是像塔子那個反切法 等兩哩量比較快 它就是連音 比如說出來講 我們把這個出來就念得快 變 踹槓 出來講 出來講 變踹槓 所以每天就是踹槓 但是這個踹槓不是本禮 這是諧音字而已 它不是本字 所以踹槓它是諧音字 要了解 再來我們說 我來得及叫做漏 這個符就是漏的意思 來得及就是漏 我們台語叫做漏 恢復 這個漏 來得及的意思 那如果是否定句的話 你前面加一個無 我們就好了 叫做漏的符 漏的符 就是來不及的意思 我們有了解嗎 那你的肯定句和否定句 前面加一個漏就好了 我們就漏的符 漏的符 漏的符 這個漏的符 只要漏的符 變成漏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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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的符 那是漏符 漏的符 漏的符 變成漏符 漏符 你可以選擇煤符 這個煤 你去查康熙字典 它就漏的符 它漏的符 它漏的符 漏的符 所以漏的符 它就漏符 所以這個漏 有可能是後人 因為這個漏的漏 它漏的符 所以做這個漏出來 做這個漏出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 這 這我們都說是佳 其實它是佳 佳 佳 它是佳 佳 佳 你如果念得快 它就變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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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兩個字的連音跟後音 你兩字連音起來 但是 兩字在轉音的過程當中 會變成佳的音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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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嗎 所以我們台語很趣 他就用反切法的原理 來念作 一字的音 所以你當然你也找不到你 所以我們台語界 我們現在就寫著 遮住太陽的遮 說這就是佳 其實那裡 遮是遮是遮蔽的意思 它不是遮耳的意思 所以叫我們台語界這樣寫理 我們寫出來的理 我們都看不見 但是你叫我這種寫法 大家都看不見 再來 這一個 這是這一枚 這一枚 但是這一枚 你把這個一 兩枚再連音 兩枚再連音 變成這個枚 你知道嗎 這一枚再黏起來變這個枚 這個呢 變成這個枚 因為這一枚 我們可以把一省略掉 變成這個 這個 一可以省略 所以這枚就是這一枚的連音 這樣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 鞋子 鞋子 紅鞋子 鞋子 鞋子 都可以 這以前我們都念這個鞋子 但是我們現在都寫著嬰仔 牛鞋子 牛鞋子 但是牛鞋子的鞋子 那裡就不是念這個鞋子 那裡到來不開那邊 就沒有念這個鞋子 所以我們要分到清楚 我們不要亂爬 亂爬 亂爬 嬰兒 這是鞋子 鐵子 以前 你去看國籍 明條以前的國籍 鐵子都寫著鐵兒 因為鞋子就是子的意思 鐵子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我常常在說 我們台語的鞋 國語的鞋 是兩套不一樣的鞋 用鞋相同的部分是共通用字 我們有我們的鞋 他們有他們的鞋 相同的部分那個叫共通用字 所以我們說一會兒 一隻鞋子 他黏著一隻鞋子 一會兒就一隻鞋子 差一點而已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沒有人在想差一點點 你看國籍 都是差一點點 沒有人在想差一點點 所以甘字典 甘作林牧師來中國傳教的時候 他寫的甘字典裡面 嬰兒他就寫著鞋子 這個鞋子就鞋子 可是現代的人卻把它寫成牛仔褲的仔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人真的不懂台語 我不要再罵人了 我們就講他 真的不懂台語 所以就會造成這種現象 但是你如果寫成差一點點仔 鐵字寫成鐵仔 那真的是很丟臉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不對就是不對啊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漢字認清楚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一直在講 台語漢字學都在講我們的理論 這個理論是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變的 都沒有變 我絕對不會像台語界 看到這個字就找那個字 看到這個字找那個字 我不用 我只要找同義字就好了 為什麼 我們台語本來就有字啊 我們的字跟大陸的用法根本就不一樣 跟華語的用法不一樣 我們該自卑什麼 我們不用自卑啊 我們台語是中原最古老的漢語之一 為什麼我們要自卑 為什麼要跟大陸切禮 不用 因為我們是最古老的漢語 台語是最古老的漢語 我從頭一直講到現在 從夏商周的文件一直看到現在 漢朝的文件你看不懂 你只要用台語去唸你就懂了 很簡單 所以我們要把漢字搞清楚 那為什麼有的人從頭開始唸 唸我的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有的人很快就懂了 可是還是有的人不懂 為什麼 因為學一個學問一定要 頭上放空心情 放輕鬆 你台語以前說學的聲音 等著 你來看你就很清楚了 我們台語實在是很簡單 但是為什麼現在去把漢字搞得不簡單 因為他不要搞 他一直寫白 所以你就 越黑 越迷糊 越黑 中文聽到越壞 因為 無理論 無完結 無方法 所以我們要學一套 有方法 有理論 很簡單的學問 這就是台語漢字學 今天的連音與咬音 您學會了嗎 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靜下來看 你就會了 這就是我參與兒子學的台語漢二學 電價三百五十塊 優惠價三百塊 賠名單世聯 賠頭在這裡 你如果學會之後 你才嫁名電的地基 來到這個企業 我的媽媽想為你嫁車 幹部繼續 謝謝 多謝 多謝